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去年9月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 是受到了全球瞩目 虽然79天的占领行动已经结束了 两位学生代表 这个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的秘书长周永康 以及副秘书长岑敖辉 是出席联合国人权峰会的开幕式 他们强调香港命运自主的精神是不会削减的 那么香港民主之路是直接影响到中国跟全世界 呼吁国际持续关注香港人权 联合国人权高峰会23号、24号两天 在日内瓦举行 出席者包括来自伊朗、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 关注人权及民主的活跃人士 其中还有两位来自香港 去年雨伞运动的主要代表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及副秘书长陈奥辉 两人在开幕会上都发表谈话 陈奥辉说雨伞运动是香港继六四事件后最大的民主学运 尽管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港人的承诺及保障 但香港人的民主法治正不断被侵蚀 但是根据这种控制中的中国政府 温水、消费、消费和政府 政府的政府 政府的中国政府 更多和更多 both politically both economically 我相信这些最大的困难 如果不是唯一的困难 香港人们的争害 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 诸如媒体遭到政治力渗透 香港人的生活必需品 食物、水、电及能源等公用事业 越来越依赖中国 周永康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贸易国 这不只是香港的事 也是世界的事 尽管在雨伞运动之后 有些香港人对于能否改变香港感到怀疑 但他们依然对于对抗专制政府 让香港拥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充满信心 新唐人雅特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 よろしく прот Ungству coone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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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